之前柯主席同荒李全教有被綠營攻擊 現在怎麼看說林又昌、劉士芳也同台李全教的件事 那我們剛剛一樣想要請問就是之前柯主席同荒李全教有被綠營攻擊 那現在怎麼看說林又昌、劉士芳也同台李全教這件事 民進黨的雙標是今天才是新聞嗎? 民進黨的雙標是今天才是新聞嗎? 當初為了李全教的事情 民進黨人是如何辱罵我 結果你們今天一個內政部部長一個秘書長 跟李全教站在一起好棒棒 我就問一句嘛 民主進步黨你們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可不可以請賴清德主席告訴全體國人? 還是只有民進黨的可以其他的人不行 綠能里不能雙標到底? 不好意思想要請問一下總照 那個怎麼看就是融派創數據顯示 您在國會中戰力十足、奪得聲量王敵 這些事情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台灣民眾黨 我們在這個會期 我們所提出來跟人民承諾 我們要過的法案 在黨團所有成員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我們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但即使如此 我們腳步沒有絲毫停下來 我們今天早上 一樣7點半 黨團會議 主席與會 我們在討論的事情 就是開始準備 我們下一個階段 優先法案的清單 等到歷經過了 我們在暑假在夏天重新的清點 談點 我們接下來可能有的時間 台灣民眾黨黨團會負責任的 再跟台灣社會大眾報告 我們下個會期 即使是在預算會期 我們希望透過預算的審查 以及法案的推動 來履行 對於全體國人以及當初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每一位 支持者 回應大家的期待 履行我們的承諾 中平社一菲 我們想問一下 立法院之前幾天有通過解除禁團令的相關決議 那個是藍綠為聯合表決的人數多數 那目前看起來從行政院長卓榮泰到陸委會 到交通部長的回應 好像比較像是在託 沒有說要怎麼落實 那因為下一個會局就是預算決議 預算會期了 請問你總召 沒有黨團會不會如果行政單位還是不需落實這個決議的話 黨團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會不會去刪除交通部啊或者是入委或者一些預算 謝謝 這些事情喔 其實我們不會有太早的預設 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 維護台灣的尊嚴跟對等 是台灣民眾黨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但是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也非常的重視兩岸 要能夠溝通 要能夠對話 特別是民間的交流跟對話 不應該被政治的意識形態所綁架 這一次通過這個決議 我必須要說 我們從一開始 民進黨推出這個禁團令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會議室 我請教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陳建仁 請問你禁團令的法令基礎是什麼 不要忘了台灣是一個法治社會 你要這樣子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 請問你的法律授權基礎是什麼 行政院院長陳建仁 答不出來 到現在 民進黨政府也沒有辦法清楚的講一個 有法律授權的依據 我們支持中國國民黨 他們所提出來這樣子的提案 事實上是在幫我們的執政黨架下台階 希望能夠重新的去考慮 對於台灣的觀光業 對於台灣非常多在做小生意的 老闆老闆牛 還有基層的員工 對他們生計造成的影響 我們也希望藉由促進這樣子一個良好的民間交流跟對話 來降低兩岸目前不斷上升的敵意落選 希望行政部門能夠體查民意 希望行政部門可以看見基層民眾他們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逐步做出正確的選擇 不好意思 後面這位是 爆男 麥克風 謝謝 董哥你好 想請教一下 因為在之前周恩燦報社談談的時候 凝視的敵人發了九天的臉書接吻 但好像是對這個陽文客的案子沒有看到發表太多的看法 那另外想請教怎麼看這個吳靜宜 他是說柯文哲主席曾經說過說公務員不會貪污 但現在好像就外界急所被打臉了 後面你講的那位 我不是很清楚 對於他發言的位置跟屬性 我不是那麼了解 但我必須要說昨天 我在上那個黃光潛 他的網路直播節目的時候 主持人問到我這個問題 我就直接回應 任何形勢 任何形勢 的貪污土地 本來就是在台灣社會沒有辦法 被容忍 那今天 楊文科縣長 面對這樣的事情 他必須要跟新竹縣的縣民 特別是竹北市的市民 交代清楚 當初新竹縣政府怎麼同意 他復工的 當初新竹縣政府怎麼同意他復工的 因為當初同意他們復工的這個決定 造成了非常多竹北市的市民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居家安全 遭受到了影響 這件事情 楊文科縣長有必要 給所有的新竹縣民 跟竹北市的市民 一個非常清楚的交代 那至於說 楊文科說 他的案子跟鄭文燦不一樣 楊文科說他沒有拿錢 楊文科的事情 楊文科自己去司法程序面對 我是不會 對這種事情 對楊文科他自己主張的事情 他自己去司法程序上面處理就好 我真的關心的事情是說 對於新竹縣政府 他們當初錯誤的決定 對於新竹縣民 對於竹北市民 所造成的傷害 特別是 竹北市的房價 漲得亂七八糟 漲到很離譜了 非常多的年輕人 在竹北市買房子 那個房貸是要背非常久的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發生這樣的事情 新竹縣縣長楊文科 他有必要 要給新竹縣民跟竹北市民 一個清楚的交代 那至於說 至於說在這個裡面 責任最重的 那個叫什麼集團 是長藝嗎 封藝喔 封藝集團喔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講 長袖善武 政治獻金給很多 不要自己以為 自己政治獻金給很多 就可以為所欲為 在新竹縣 在新竹市 通常都是一樣 記得訂閱街頭麥克風 開啟小鈴鐺 下方直接加入我們的Light 第一時間就可以收到 最新通知 小鈴鐺